大家好 欢迎回到一平方 我们今天来看场林明河和省鹏的比赛 这是在华尔厂超红球帮举行的一场妖精赛 视频长红四球衣的选手是省鹏 省鹏他目前在开球网的几分是2461分 他这个几分在于平凡球界已经是大神级别的存在了 省鹏他是抓手之外出帮两面反向 他打车的速度是反正快动作很小 而省鹏的对手也是另外一位平方球迷将林明河 林明河他目前的几分是2570分 在几分上比省鹏高出了100多分 手机的林明河利用他网球的优势拿了9比4的领先 去到省鹏一个仿了之后林明河是以十倍为马上的第一击 林明河他也是纸板打仿 不过他的打法更偏向中国的虫孔之板 是比较依赖正手的进攻 他的防守主要是以推挡为主 而省鹏的防守主要是以吃牌很打为主 他的打法风格是比较平衡于林明河的几分 感觉在第一局省鹏是接破了林明河的一个网球 出现了很多接破球的失误 网球也是林明河的一个网球技术 他的网球迷惑性很强 忘了能够给他下半的进攻区去创造机会 第二局省鹏是5比4领先 网球可以看到在网球对抗的时候省鹏是一百分打为主 而林明河是比较纯合的推打 而林明河很能会稍微下缝一点 达到中局的省鹏四局把比分拿开 现在是拿了8比5的领先 省鹏而林明河也是经常出现在民间的部门 我们球大赛中 他们是打败了不少中业队的选手实力一般的强 随着省鹏一个反狼之野的分 他升级10比6然后第二局的组点 熊鹏在前两局是打成的大比分一比一比 打到了比赛的后半段感觉省鹏已经出现了林明河的一个网球 并没有出现过多的几瓦球 省鹏在第三局是拿了无比的大欧开局 感觉一旦打到这种短板位的长城省鹏是比较上风一点 毕竟他这种两边进攻的打法后面几位会更大一点 哎呦好长 林明河在1比5落得前面三四局觉得4分 先比分拿到了5比5 我们可以看到林明河的这正手进攻也是蛮犀利 可能速度不是特别快 但是他旋转是很强的 林明河这球是贴了从他去正手连续进攻 在进攻中是非常注重对球的摩擦 在后面这两分死门也是领住了林明河的正手位大甲 哇很难过 因为林明河在发出很多球的是次使用正手去进攻 虽然他的正手位大甲就很容易发露出来 现在呢比赛的第四局是不是大比喷2比1领先 看看别门之后的林明河能不能够在车掉东西了 林明河打散的时候手感也是很不错 很多抽都是从对手中的被动放手 不过今天什么呢这个进攻区也是特别蛮洗礼 他有点放不住 现在的什么是拿第四局5比4的领先 以下的手上都是左手车牌 左手车牌在他们的动作还是比较常见 今天神盆队林明河的这种弱点是把握得很不错 打了这种很多漂亮的虎骨 最后是神盆大鱼跟三鱼战胜了林明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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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